尊敬的主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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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诸位同修 先开注解 第二百页 第二百页 大家请看第八行 这是第八端 忠上两说 故知 本经 以发菩提心 以一项专念 为忠 如果我们综合前面的两种说法 就知道 这部经所提倡的宗旨 就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全线 两图导师 十方如来之本心 的的确确 的的确确 它显示出 说佛世界跟极乐世界 两位导师的心愿 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一个是阿弥陀佛 同时呢 还有十方如来的本性 从这儿我们就知道什么 佛佛道徒 佛佛愿头 那诸佛如来的大愿是什么呢 简单一句话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快快成佛 弥陀无尽大悲之圣愿 方便至极之大慈 利用难思之果德 的的确确 阿弥陀佛的宏愿不可思议 他所创造这个方法呢 能够接引九法界一切众生 真的是方便至极 利用也达到不可思议 这些都是从果德上 为我们讲明这个事实 凡胜其收 利盾俱批 真的 您把这八个字 一直真正参透了 任何人来跟您介绍 一个新的方法 您会不会动摇自己的心愿呢 绝对不会 为什么 净土法门它是 凡胜其收 一个不漏 利根的顿根的 统统都能够成功 那个利根里面最舒适的 等觉菩萨 修这个法门也能够成就 那根性最差的 像郭鲁酱拉法师 他什么知识都没有 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居然呢 也达到上上根人的境界 下至十恶五吏 恶鬼畜生 但能发心专念 惜得度脱 不要说我们人 可以得度 比我们人差的 三恶道众生 甚至于有 那个马上要度 无间地狱的众生 他也能够啊 因为这个法门 得到卸托 广批一切寒灵 普惠真实之利 这个一切寒灵呢 就包括九法界 所有大众 真的这部经 这个法门给我们带来的是 最真实的利 大恩大德 大怨大利 度生大用 唯妙难思 我们这一个大段呢 他最主要是讲到的 方便利用 哪一个方法 能够真正把这四个字 做到究竟圆满呢 还是进土法门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幸运 这辈子啊 别的法门 别的经典 没有碰到 还无所谓 但是这个法门 如果错过的话 那我们这辈子 想要了脱生死 真的是没指望 那能不能够 因为学这部经 学这个法门 而得度 关机就看我们三个条件 具不具备 碰到是一回事 还要怎么样呢 还要修啊 能够往生到基督世界的三个条件 是哪三个呢 就是信 愿 信 三个字 所以啊 这个本经 讲具体的 度生大用 就是我们这个会记本 就是呢 这个黄念了 的基督 无量手机版本 很多 前面有八种 八种呢 跟这个第九个版本 大家一对照 你就会发现 这一个 夏令宫的会记本 真的是会记得好 其实我们说这个话 也请大家有空啊 您仔仔细细 把五种园仪本 前面的两种会记本 还有一个结教本 八个本子 全部读一遍 然后再看夏令宫这个版本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大地提倡 夏令宫这个版本 这个法门 适合我们大家修学 别的法门呢 也是很好 但是呢 我们不是那个根性 你看 法华 嫩言 多好的经典 古人说嘛 开会的嫩言 成佛的法华 可是我们如果这个 心不够亲近 烦恼没有那么少 我们中人去学去修 还是功夫 不得理 那就非常可惜了 学习净土法门呢 根性再怎么差 只要他能够做到六个字 老实听话 真干 也能够得度 所以这就是这个法门 这部经典 它的方便 与众不同 后面讲这个话呢 也是让我们感慨万千 如是方称 如来本怀 才是 究竟方便 的的确确呢 诸佛如来 只有一个想法 希望我们大家 通通都能够接受这部经 都能够接受这个法门 一心念佛 往生到这种世界 佛可不希望我们呢 拐个大弯 到最后 才去到西方净土 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呢 今天学 今天就往生 他就想不想这样子 要真相 不要只有点头 没有行动 要有真实的 看破放下的行动 所以这个 方便利用 我们要把它搞清楚 那这是讲到 十学门的第四个 我们再看第五个 这个跟我们也有密切的关系 它是所批根基 前明本经 广收万类 普批三根 今当更明万类之内 如何是其 三根之中 谁是当机 您觉得这段开示重要不重要 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更新 我是不是适合修这个法门呢 这个第五个大段 他就给我们说明这段事 所以这里就讲 广收万类 那这个广就没有范围了 限制 一切众生都在其中 而且呢 普批三根 这两句话是总说 谁愿意学 谁就能够得度 就怕他没有遇到 就怕他呢 不肯相信 佛就无可奈何了 福根基 有士气 与非气之别 破露之气 不堪 承受法 故名 非气 这个气呢 就是指的气名 你看我们常常用这个杯子 用碗 您想要盛装任何的这些物品 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它不能有漏洞 有漏洞啊 那些水 它就很容易就漏掉 所以说啊 这个破露之气 它叫呢 不能够承受法禄 这个法禄呢 是比喻 是讲啊 这个诸佛 所说的这些经法 禄呢 一般我们讲的甘露 天人所吃的这些啊 美味 佳肴 用它来比方 佛的这个教会 对我们众生利益 非常之大 肯接受的人 那就是士气 那不能够接受的人呢 就叫非气 我们是什么气 大家也不用太客气 我们是士气 对不对 我们愿意听这部经吗 愿意读这部经 愿意修这个法门 那灵就是谁 士气 底下呢 莲齿大师 在弥陀经书超里面 进一步讲道 前三飞骑 为无信者 无愿者 无行者 那三种人 他是非气啊 不肯相信 不肯发愿去极乐世界 当然了 他也不愿意啊 念阿弥陀佛了 那这样的人呢 遇到再好的老师 来劝他 也无可奈何 这就是佛门常说的 无缘之人 下面呢 反式 皆气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呢 他一听到这个法门之后 他居然就能够相信 他真的想去极乐世界 同时呢 他这个佛号不间断 一直到临终 最后一刻起 大家都知道 偶尔大师 晚年的时候 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号 叫什么 西游道人 从这个名号 您就可以推断出 这位大师 他那个信愿 无比坚定 西方真的有 这讲极乐世界 也是真的有 我们再说得多一点 有什么 有阿弥陀佛 有很多菩萨 天天都被阿弥陀佛呢 借到那边去 往生 真的 无量寿经 每读一次 我们那个向往之心 它自然就产生 看到这么多菩萨 都被阿弥陀佛接过去了 我们要不要被接过去 你看这个三世心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吗 今天下午做三世心里面 对不对 里面有一句话说 黄金碧昼夜常垂 大家记得 什么意思 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像 左手拖着莲花 右手就垂起来了 那个下垂就说 你要把我们给接过去 佛愿意带我们去 我们也应该怎么样 你把手伸出来 你不要放在口袋里面 更不要放在背后 你看我们拜佛的一个知识 一趴下去 手向前伸 而且手掌要翻过来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懂不懂 代表我想被阿弥陀佛接走 就代表这个意思 所以拜佛每一个知识 都是有表法的 下面念老的再给我们讲 信魏 信生佛博二 实心是佛 实心作佛 众生念佛 定得往生 就尽成佛 这里就讲到观经里面所说的 净土法门 修学的理论 根据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一生成佛呢 因为大家是 实心是佛 还有 我们每天都在下功夫 实心作佛 念到最后 您就会自然而发现 原来我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呢 就是我的心 可惜我们现在凡夫的心 变成是什么心呢 本来是一个觉悟的心 现在迷了 而且迷的呢 很严重 倘若没有遇到佛法 那我们在六道里面 处在三恶道的时间 就很长 所说的苦呢 很多 很重 假如这辈子 不能够回头试案 您说以后这个果报 那怎么算呢 想要处理 非常困难 幸好我们这一生呢 又遇到这个大法 大家应该呢 要接受它 当然我们开始呢 还是半信半疑 或者是呢 疑心很重 该怎么去做 把自己的疑惑 逐步打掉呢 消除呢 方法就是 不离开经典 每天要读诵 每天要听讲 这个好 从现在起啊 我们尽量要 试心 做佛 这句话 特别重要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就不要再做什么 说得多一点呢 我们现在开始起 就不要做天 你不要求生天道 也不要再想到 再来做人 也更不可以想什么呢 贪嗔痴 如果想贪嗔痴 那将来到哪里报道呢 鬼道 地狱道 畜生道 贪嗔痴吗 就会引导我们大家 到那里去受苦报了 所以天天想佛 绝对正确 这里的语气啊 还蛮肯定的 只要我们众生念佛 定得往生 就尽成佛 关键是那个定 决定 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现前 所有的人事物 我们尽量心里面呢 不要再牵挂了 真的有时候啊 听那些同学讲 哎呀 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 很难受 哎呀 他那个路火 就发作了 跟我们讲他的事情 我们就尽量的安抚他 劝勉他呢 冤家一劫 不一劫啊 我们的总目标 是要到哪里去啊 要往生极度世界 那往生极度世界之前呢 就不要再跟一些众生 结下新的冤仇 如果我们现在往生之前 一边念佛 还一边生人家的气 请问这样可不可以往生 不可以的 这个佛号当中 不能够有怨恨呢 倘若在临终的时候 看了那个冤亲 再走来到我们旁边 给我们祝念 您这个时候是什么想法 万一这个时候 我们没有体力 话也说不出来 手也不能够动 叫他出去 您没这个力气 只能够用眼神呢 给旁边的亲戚暗示 亲戚也不懂您是什么意思 还招呼那个您的冤亲戚主 来来来 请坐 就坐在他的旁边 你们两个就是 大眼瞪小眼 互相跟 这个时候不就麻烦来咯 本来人家是一番好意来祝念 我们看了他 满腔怒火 那一生气 糟糕了 那不就堕地狱了 所以真的不能够再跟一切众生 不光是人 不能够跟任何众生 结合缘 要尽量的及早化解 他对我有怒火 我不可以对他有脾气 这个才对啊 不过呢 哇 说得简单 真的遇到这个境界 有的人说 哎呀 说得容易 做起来难咯 虽然很难 还是要尽量去做 怎么做呢 实行做佛 所以念念呢 要尽量多想阿弥陀佛 这个好 这次讲到真心 我们再来看愿是什么 愿为 愿离娑婆 心目极乐 如子亦母 必欲往生 这里就讲得蛮明确的 所以我们去极乐世界 那个心态要很恳切 对这个说佛世界呢 没有丝毫的眷恋 不管您这个所处的缘 是好还是不好 都不要计较 一切随顺它 我们想念极乐世界 想念阿弥陀佛 就好像是什么 就好像是儿女啊 想念她的父母一样 古人呢 听到这个话 他们都很容易理解 会有感触 可是现在人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呢 他想父母多不多 大家记得这个古时候 有一个故事嘛 曾子 你看曾子有一次到山上去 批财 他母亲想把她给赶快招回来 他母亲怎么做 咬她的这个食指 哎呦 曾子在山上 那也不晓得多远 估计至少也是几里地吧 居然曾子就有感应 她觉得心口疼 就想可能家里有事 赶紧的下山 这是我们常说的嘛 心垫感应 母子连心呢 大家想不想回去做个实验呢 儿子住在这个房间 妈妈在房子外面 儿子在里面咬一下食指 看妈妈的心会不会疼 不是 说反了 妈妈咬一下手指 看儿子有没有反应 哎呀 不要说咬一根手指 把手指咬断了 未必对方还有反应 什么原因呢 说来话长哦 现在啊 还是在于教育出了大问题 古时候 真的 修行 特别重视德行 所有德当中 我们讲八德嘛 八德里面哪一个排在第一啊 就是孝道 真的 古时候 重来那个儿女儿对父母 他不是很恭敬 他至少也怎么样 他装出一个恭敬的样子出来 他为什么要装一个样子呢 他怕人家说他 不孝顺父母 那他在社会上啊 就没有立足之地 您再看一下 这个 皇帝的 父皇 跟他的母后 往生的 那这个皇帝 写了个对联 那个对联里面 有没有一个孝子 也有个孝子 至于他有没有做到 姑且不论 但是里面有这个孝子 所以古人呢 对这个孝道 非常非常注重 这是所有德的根基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啊 我们往往就把他给忽视了 这是一个比喻 下面呢 我们再看行 行为从愿起行 一向专念 无有间断 他就想早点往生极乐世界 那这个佛号呢 尽量从早到晚 就不要让他中断 果真做到绵绵密密 一直保持到临终 那当然就能够蒙佛接引了 以上三师 好为资粮 资粮欠缺 便难前进 这是用心愿形呢 作为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 必备条件 那古人呢 他出门 一般都会带一些干粮 带一些呢 金银 我们现在出门 要不要带这些干粮 不必 我们现在只要带什么 还带信用卡 落后了 什么都可以不用带 就这样出去就好了 手机都不用带 现在怎么负账啊 扫脸嘛 对不对 是不是 国内不就扫脸嘛 澳洲好像还没有开始扫脸 所以现在人出门 他就不必那么麻烦 当然用这个呢 资粮比喻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要具备的条件 信愿行山 却以不可 这个话呢 也是说得非常的恳切 一个都不能够少 如顶三足 却以便情 缺足之顶 是名非弃 想必大家看过顶吧 你看这个顶下面有几只脚 一般来说是三只脚 对不对 它就代表呢 信愿行 缺了任何一个呢 这个顶它就会 就会倒下来 所以信愿行呢 一个都不能够缺少 连词大师呢 进一步讲到 书超复云 幽浮诗人 虽行众山 于比佛徒 无信愿行 无信行愿 一鸣非妻 大师这里所讲的 也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见到过这样的人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这是我们常说的 慈善家 他很喜欢呢 做好事 但是他想不想去极乐世界 他不想 我们就知道不少的亿万富翁 他们就公开地宣称 我这个财产呢 我全部捐出来 他都不留给他子女的 捐给某某基金会 但是呢 如果没有求生极乐世界 他就无法呢 处理流道 好的话呢 到天上去 刺激的人呢 再来人间 做这个富人 或者做贵人 这种人呢 就叫做非器 下面再讲 虽有诸过 与彼佛徒 有信 行愿 一鸣 气 当年孔老夫子也这样讲嘛 人非圣险 疏能无过 我们这一生 有没有造作一些罪过 有 不要说别的 光是我们这个嘴巴 说了多少让人家很伤心的话呢 有没有讲这样话 哎呀 这个 得理不饶人啊 对不对 这就是跟人家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 口造业 想法造业 那这个手跟脚呢 造的就更多了 最可怕的就是那个无逆罪 其实十恶业就已经很重的了 那再加上无逆罪 那是无间地狱的 嘴因 这样的人 只要他能够在临终的断起之前 肯接受净土法门 他肯自诚忏悔 佛也会接踏到极乐世界去 那这样人就称为什么气啊 称为士气 我们虽然有过失 但是还不至于像五逆十恶 那么重罪的人那样子 下面再说第二段 论姬则有当姬与不当姬之别 这个姬我们常说根姬 用现在话来讲就是程度 三根之中 谁罪当姬 古说不一 今当明就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们真的要把它搞清楚 该以士尊五时说法 君事随机社教 因病与要 这就是士尊教学的善巧方便 五时 哪五时的 华元氏 阿罕氏 方等氏 波瑞氏 法环涅槃 这就是五时 为什么要讲这五时呢 所谓的因病与要 就好像一个医生 一个大夫 给病人看病 他总要怎么样呢 看他得了什么病 然后呢 再给他不同的药方 大家有没有看过中医啊 觉得蛮有意思的 同样一个中医 我们嘛 专门去看他 每次都去找他 纵然是每一次 都是感冒这一个病状 可是 您如果把他所开的那个 药方 对照 你就会发现什么 每一次都不一样 纵然都是一样的药材 可是那个刻数不一样 重量不一样 他就没发现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呢 因病与要 那么佛讲经说法呢 当然更加重视 我们这个 每个人的情况 一定会讲到呢 让这个听众 他所得到 得到这个力 是最大的 最适合的 下面再说 一般而论 则大圣经典 菩萨众当机 就一般来说呢 谁学这个大圣经典 最适合他呢 菩萨 那小圣典籍呢 就是二圣当机 这就是指的 神文 原诀了 所以一般讲 四阿寒呢 他们最适合来修学 为此净土 其特书庙 独标一格 古有诸说 下标三立 我们再回归到 净土法门 那净土法门 谁 是当机者 下面就说的三个方面 我们来看 第一个说法 上辈往生 为是菩萨 本经 名三辈往生 每辈 再分三品 则同于 观金宗之九品 唐 善导大师 以前之 古德诸师 为往生 集的上品 上升者 是四弟 至七弟 以来菩萨 上中品 是初地 至四弟 以来菩萨 上下品 是大圣 总性 以上 至初地 以来菩萨 中品 上升 是小圣 三国 若如是解 则九品 之中 上品 为是菩萨 圣众 所生 中上品 是小圣 所生 从上上 至 中上 四品 凡夫 绝分 哎呀 如果按照古人的这个说法 我们看到这段开示 但是您会不会有点泄气呀 我们就没分嘛 是不是 这个上品就不用讲了 没分 甚至于中上品呢 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当然这个讲法呢 是唐朝以前 唐朝以前 善道大师 提出他的看法 之前呢 其他的大德 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 好 我们再来看 善道大师 他是怎么样想的 这是第二个讲法 本为凡夫 兼为圣人 你看 这讲的净土法门了 他本来是为谁而创造这个法门 凡夫啊 为主 附带的呢 小圣 圣为圆局 还有呢 法圣大师以上 这些话呢 都是导公啊 在所作 《观经四帖书》里面所讲的 他这个说法呢 就破 破除 破前说 就是前面 在他之前那些古大的 那换句话说 善道大师同不同意他们的说法 不同意 完全否定 导公进一步讲 如来说此十六观法 但为常末众生 不甘大小圣也 我们就是属于这个常末众生里面的一个 什么叫常末啊 就是常常沉默于生死海里面的众生 生死海就是讲轮回 那这个法门呢 它最主要是度六道众生 所以这个跟大小圣啊 不相关 导公的意思是讲呢 为佛说观今中之 九平往生 只为成立之众生 所以这个官经里面所讲的九平往生 是对这个六道里面 头出头末的凡夫 而说的 而非专为菩萨与阿罗汉也 所以这部经呢 它就不是对菩萨 也不是对阿罗汉专说的 它专门对谁讲的 对我们六道凡夫而说 有云 有看此观今定善 即三倍上下文一 总是佛去世后 五着凡夫 但以欲缘有益 致令九平差别 这一段开示特别特别重要 尤其是后面那两句话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面 我们为什么到达基督世界 会有三倍 我们这部经讲三倍嘛 观今讲呢 九平 为什么有三倍九平呢 导公就说了一个原因 四个字 欲缘有益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欲缘不同 是不是 依旧是不一样吗 真的 在这一生能不能够得度 那个语言太重要了 我们讲老师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要有经典 第三个呢 要有好的同参道友 第四个呢 要有好的修学环境 请问我们现在 有没有这些好的条件 有啊 有 那您要知道 物生下面要说什么 那您这一辈子 往生极度实义的品位 不应该低才是 对不对 现在缘好吗 都碰上了吗 那这是外缘 那再加上我们内在的因 是什么呢 就是勇猛精进 所以在阿南问世佛 及兄弟里面 就特别强调一句话 从明师受见 专性不分 精进奉献 外缘 真的很重要 说句老实话 我们现在这个福分 太大太大了 虽然我们出家并不久 97年到现在 但是感觉到 走到这几个地方呢 图妈这个环境挺好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边很好 所以老实话 才刚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面 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如果说以后 我们 要么在古邦景 要么在Wisbook那边 大家在那边 每天只做一桩事情就好了 而且希望大家进去之后 就不要再出来 不像现在大教啊 来学院听课 然后再去念佛 吃完饭你就回去 对不对 那一回去又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中断念佛 很容易就中断了 其实最好一个修行道场 就是大家进去之后 全部直语 不再讲话 不但不讲话 而且还把大家的一样东西 带您保管起来 哪样东西啊 你那个难分难舍的宝贝 帮您保管 用个纸袋把它装起来 写上您的大名 什么宝贝呢 手机 真的远离这个大魔王 念佛三昧 才会先去 每一天看手机 心哪里定了下来 再说句实话 现在您听课 听了一个多小时 感觉念佛很好 想念佛 待会儿万一有个人 突然来找您 叫您去购物中心逛一下 到外面餐馆去吃顿饭 或者到电影院去看场戏 您说那一个小时的功夫 又怎么样 不又 又忘掉了吗 又毁掉了 前功尽弃 所以当年李时工 在台中办学的时候 就对那些来听课的大专议 学生就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学 两三个礼拜的佛法 回去之后 你们只要看一场电影 那个戒定会全都没有了 你看到 修很难 但是把它破坏掉 太容易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住 功夫不间断 下面再说明这个原因 何者 这说为什么 上品三人是欲大凡夫 中品三人是欲小凡夫 下品三人是欲大凡夫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讲谁 都讲凡夫 所以他没有提到菩萨 也没有讲到阿罗汉 彼此佛 三人是欲大凡夫 同瞻九品 生信无疑 成佛愿力 悉得生也 善罗大师说 经以一文显正 那这个文是指施帖书 这是观经的注解 大家有没有看过施帖书 没看过 有空 请看一下 写得挺好的 真的很好 如果我们学院有法术 专门讲观经就好 这部经很好 那么导公所讲的这个经时 不是讲我们现在 是指唐朝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把这个范围 在扩大嘛 那我们现在 隔了一千四百多年 我们只要能够信受奉行 我们能不能够得到 观经里面 这个法义呢 也行的 所以后面就说嘛 善恶凡夫 同瞻九品 这个范呢 跟那个三点水 那个占领的占 那个范呢 相通 它是比喻呢 受人恩惠 所以呢 三倍九品 我们凡夫 通通都有份 由于行占记前 开示大无量寿经之积约 他说什么呢 其积责 则一切善恶大小凡于也 所以啊 这个导公所讲的话呢 的的确确是很有根据的 内脑下面就说了 大师之说 这是讲善恶大事 他的说法呢 是上弃圣心 下洽群击 圣心 是指阿弥陀佛的 四十八大院 下洽群击 那个洽就是复合 包括呢 我们六道凡夫在内 所以佛 只有一个宏愿 就是把我们六道众生 统统都从六道里面 拉出去 那么这些 使大有功于净土 看了导公的这一个解释 的确是对我们净土中 功劳非常之大 善恶大事是谁 再来的 我们中国的佛教界 日本佛教界 还有韩国佛教界 都认同一个说法 他是阿弥陀佛在来的 同时呢 在唐朝时候 很多韩国的日本 的这些高僧呢 都来到中国呢 向导公学习 他们也向了 智者大事学习 下面我们看看 底下呢 这些 中外大德 怎么讲的 故中日诸师 多宗此说 所以我们看 其他国家这些 静宗大德 他们的著作 他的说法呢 跟善恶大事 所讲的 都像土 为什么 一个老师讲的嘛 一个老师传的呢 下面就举出日本 这个《无量寿经合战》 里面的一段开示 第十八月 十方众生 三倍众生 皆是巨福凡夫 是其机也 这个巨福凡夫 我们有看前面 那个前沿 黄烈老就很谦虚 说他是谁 他说他是巨福凡夫 什么叫巨福凡夫呢 就是说巨足烦恼的凡夫 那黄烈老是不是这样的人呢 他很谦虚 他说我是一个巨福凡夫 但实际上 您看他编的这一个注解 就知道 他肯定不是一般人 但是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现在不说 现在也不方便讲 所以哦 不管他是谁 都是呢 这个根基 都可以被得度 后面是韩国高僧 袁晓大师的 这个一段开示 四十八大院 初先为凡夫 后兼为三圣圣人 这点呢 我们如果把它留在后面第六品 再来做报告的时候呢 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就会非常深刻 我们只是附带讲一下 四十八院呢 这个夏令宫的汇集本 前面四十三院 对谁发呢 六道反复 后面五院呢 对菩萨发的 从这个比例 你就知道 那佛的重点是照顾谁啊 我们反复 所以这个比例 大概是超过百分之九十 四十三除以四十八嘛 超过百分之九十 固执 静中中一 本为凡夫 兼为圣人也 你看 中国的高僧 日本的大德 韩国的大德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看法 这是呢 做了一个结论 此说之要妙 这个要就是重要 妙呢 就是唯妙 这个说法呢 太好 太好 在于 直显如来 度生 无尽之 悲愿 扫尽凡夫 退窃 知心 导公所说的这个开示呢 很明显的 显示出 诸佛如来的 大慈大悲之心 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 凡夫呢 把那个退窃之心呢 清除干净 什么叫退窃呢 这是我们常说的 未说不前 所以啊 有些人呢 他遇到这个法门 他怎么想呢 哎呀 我造业这么重 五令十恶都造了 可能没份的 假如他的信息稍微强一点 他试一下 不管能不能够去 我拼命念佛 他如果真的活出去了 一心念佛 那他可不可以有机会往生呢 还是可以 那他到哪里去 他还是到极多世界 可是他升到的是 边地一层 这个我们在后面看到嘛 他如果把这个疑惑打掉 那他就不只是 待在边地一层了 他就怎么样呢 直接连花就开赋 他就出来了 所以啊 这个边地一层这一品 我们看这个黄远岛 解释 这一品经文的时候 也是蛮详细的 稍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学习 这个可能要等到明年了 估计在六月份左右 好 底下讲 普令正信此法 发心念佛 成佛愿令 昔得往生也 这里不但要讲到心 他还说什么 正信 那换句话说 他这个信心里面 就没有邪知邪见 我们现在念佛 为什么功夫不得利啊 我们那个心有夹杂 夹杂什么 怀疑 是不是 还是半信半疑 还是信心不是很强 真正信心十足的人 那他就像谁呢 就像地贤老儿上的徒弟 郭露匠老法师男子 他就一个人在一个寺院里面 算是闭关了 对不对 虽然门是敞开的 但是他没有出去 就在寺院里面 念佛三年 自在往生 所以这个正信 特别重要 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方法 帮助自己有正信呢 每天读经 每天要听经 这是第二种说法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讲法 它是 钻接上根 旁极中下 念老讲 此说 从文字表面上 似同于假 而反于矣 实则 与矣同 这个第三种说法 我们乍看起来 它好像跟 第一种说法相同 跟这个第二种讲法不一样 跟导公讲的不一样 但是仔细看怎么样呢 它是跟第二种说法是相同的 后面说 主 我背凡夫 君可 直登九瓶 过于假 根本 相为也 这个主啊 就是主张 所以呢 仔细看了 这个第三种说法 跟前面的第一段 说讲的是相违背的 那我们也许有一个疑问呢 为什么是上品 上根呢 后面再说了 但此位专接上根者 该恐 世间浅见之事 每位静忠乃灾公灾婆之行 而鄙视之 故作示说 以记之也 这个话呢 的确确是真意性话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遇到一些人 他也是佛门弟子 他呢 不想修净土法门 他修别的法门 他为什么不想修啊 甚至他还给人家 讲弥陀经 但是他还是不肯念阿弥陀佛 我们就问他 你为什么讲弥陀经呢 那你既然讲弥陀经 你为什么不肯念呢 他说什么 我这么高的学历 我这么有智慧 我怎么可能念阿弥陀佛呢 我要修那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方法 我要学那个 层次高的方法 那这个阿弥陀佛 念佛法门是对那些 老菩萨的 他们没有文化 没有知识 让他们修的 其实他这个看法 对不对啊 错了 那古人有句话怎么说 大道至简 最高深的方法 反而是什么方法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说他高深 高深在哪里呢 离 道理很深 谁能够懂得这个道理啊 连等觉佛萨 都不能够完全知道 只有佛才能够透彻晓得 下面呢 我们看 连词大师 在《弥陀经书潮》里面 怎么讲的 有起性因缘分书 明 明就是说明 性未出心 有四种基 以礼灿灭罪 批出基 以修批指观 批中基 以求生净土 批上基 处为业障众生 你看 这里讲得蛮清楚的 这三种根基的 那这个业障身重 一般我们都会想到自己 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那您可太厉害了 物生不相信 你没有呢 您昨天晚上有没有睡觉 有没有 那怎么现在点头呢 您躺下去睡觉 这不就是业障了 是不是 昏尘嘛 昏尘就是业障了 所以佛家常说要 忏悔业障 那么 普贤菩萨的四门功课 非常重要 他的十月里面 哪四样呢 礼尽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忏悔业障 这是讲到业障凡夫 那么其次呢 中卫凡夫二圣 这是讲到中基人 凡夫二圣 是知净土是大圣菩萨所修仪 这就不是普通人了 有弥陀要解位 持明 法门深庙 破尽一切戏论 攒尽一切意见 为马鸣龙疏 智者永鸣之流 彻底丹赫得趣 这是前面讲的上基 哪些人呢 只用持明念佛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妙 这个方法生 破尽一切戏论 这是针对那个脚下的 法身菩萨看脚下 是什么 戏论 因为他们喜欢了 谈玄说庙 斩尽一切意见 这是讲参禅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 就可以看得出 念这句谜头名号 它的境界怎么样呢 超过中门 也超过什么 脚下 我们顺便提一下 我们虽然还没有 进入到这个经文 但是请问 我们这部经前面的 当机者当中 有没有大加塞尊者 有没有 怎么大家一脸茫然的样子 有啊 对不对 加塞尊者吗 那有没有阿兰尊者呢 有 对不对 那请问 加塞尊者代表什么 禅宗 对不对 他出族吗 那阿兰尊者代表什么呢 代表脚下 所以从这部经的 一开头 这才是续分 你就看到了 中门教下的两个祖师 他们在哪里 在听无量寿经 他们要护持无量寿经 要护持这个法门 他们也要修这个法门 那也就是说 他们将来的目的地 到哪里去 极乐世界 这个话大家都听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你学的再多 原来到后来到哪里去呢 应该要求生西方净土 祖师都这样子做嘛 我们后人更应该要笑发 所以看经文的要特别细心 好 下面电脑就讲了 该因持明义法 乃至远至顿无上法门 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 故云生妙 所以说这个法门呢 它为什么生妙 是有道理 有根据的 我们今天呢 选择这部无量寿经会几本 选择净土法门 这个绝对不是感情用事 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礼搞清楚了 因为这个法门谁在修啊 等觉菩萨 文书菩萨 观音菩萨 大师师菩萨都在修 他们都修 我们为什么不修呢 他们去极乐世界 我们应该要去 所以您看到这些大德 都这样子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应该要追随他 那我们怎么修法呢 你看后面进一步讲道 但莫执念去 不假方便不落思量 这个但就是指示 我们指示呢 莫执念去 这个莫执啊 就是笔指 莫执念去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一直念下去 海鲜脑上怎么说 不管弯 就是莫执念去 不假方便 不必再借助其他的方法了 就用这句符号 决定成就 也不要去思 不要去考量 也就是说 不要再打妄想了 不要再分别 不要再执着了 直起直用 自得心开 这都是引用 大师之菩萨的开始 这个直 是说直截了当 前面我们开始当中 就有看到了 万元其放 大家还记得 昨天所学习的 万元其放 那既然万元都放下了 他心里面只装什么呢 肯定只有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麻烦的是什么 心里有阿弥陀佛 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妄想 分别之中 这个心就不单纯了 不清净 所以到今天 功夫还不得了 这就是大毛病 能够做到前面所讲 这些开示 这个人 他真正能够 彻底担贺 说的具体一点 这个地贤老儿上的徒弟 郭路将老法师 他念佛功夫 那么样的出色 请问 他有没有资格出来 给我们讲经书法 绝对可以的 他这个功力 绝对不亚于 会等大事 是不是 那个人家站了 三天三夜的 那一定是念到 理心不乱嘛 只是他让人家 没那个缘 所以他就提前走了 当下破镜戏论 这只讲了 超越了脚下 荡除一切 嫉妒分别 就是说 他超越了中门 故云如是深妙之法 唯有马明等肉身大师 是能指下承当 彻底担贺也 马明菩萨在印度 在中国 可以说知名度非常之高 尤其是我们中国 尊称他为什么 八宗之主 八大宗派的 共同的祖师 下面就给我们介绍 这位大菩萨 马明大师 东天族人 这个天族是印度 那印度人在那个时候 叫我们中国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 震荡 传佛心印 为禅宗十二祖 忠心大圣 造大圣起心论 论末 劝导众生念佛 求生净土 所以提到这个大圣起心论 我们都知道 这是很有名的一部著作 这是马明菩萨所写的 龙树大士 南天族人 他是南印度人 为禅宗十四祖 开铁塔 他开这个铁塔 见到谁 见到一位大菩萨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还有一个名号 叫金刚萨多 他就是普贤菩萨 他是密宗初祖 龙树菩萨遇到了 后来呢 入龙宫 取华颜金 这个取华颜金呢 不是说他把华颜金 从龙宫搬出来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什么 他把它背下来了 厉害不厉害 十万首祭送 每一首祭送是四句 对不对 那多少句啊 四十万句 经文 他把它背下来了 我们有没有把无量寿金背下来 还在摇头啊 阿弥陀佛 这都快到年底了 我们从年初说到现在 从去年说到今年 怎么还没有背下来呢 明年好不好 明年 拜托您明年年底之前 把无量寿金 收读 好 附带说一下 费以广造众论 力宏净土 冷且经 玄迹云 灯欢喜地 往生净土 所以呢 龙树菩萨 他老人家呢 是这个 静宗的祖师 因为他发愿要求生极乐世界嘛 我国称大士为八宗之主 银天台南山法相 三论诸宗 一皆从为其宗之主也 这是我们中国呢 对龙树菩萨 非常的尊敬 共同推他为八大宗派的祖师 那么天台呢 就是法华宗 南山呢 就是指律宗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对脸呢 这是洪一大师的末报 洪一大师是律宗 近代的 也为大的 而这个法相呢 是唐朝时候 大慈恩寺的 窥记大师 所创建 三论宗 他的高祖是谁 是文殊菩萨 那三论是哪三论呢 可能现在学这个三论的同修 就越来越少了 它是指的 宗论 十二门论 还有百论 这里只是举了四个宗派 那八宗呢 我们说的具体一点 就是指的 律宗 华言宗 天台宗 三论宗 法相宗 真言宗 真言宗就是密宗 还有禅宗 禁宗 智者大师 诵法华 身心豁然 大家有没有看到 人家读经 专心致志地念这部经 就有感应了 我们读量寿经 有没有瑞相 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感应呢 一边念一边打妄想 这就功夫不得力了 所以一定要呢 置心一触 因为他呢 专心读经 你看后面就怎么样呢 得入法华三昧 同时呢 清见灵三一会 俨然未散 居然他老人家呢 回到过去 回到世尊当年 讲经的那个地方 哪个地方啊 灵三 灵九三 其实在灵九三 佛讲的大经 好几部 法华经 还有哪一部经呢 无量寿经 据说呢 智者大师 他在读到法华经 要往品的时候 他就入定了 在定中呢 他就突破那个空间 时间 他就回到灵九三 听佛讲这个法华经 这个时候 距离世尊那个年代 已经相差一千多年 所以他老人家 后来 出定之后就说嘛 这个法华一会 至今未生 我们不要说 随朝时候 智者大师入这个境界 其实现在 释迦牟尼佛 在灵九三 法华一会 有没有散呢 还没有散 我们可不可以入 这样的同样境界 可以的 那你入来 我们看看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 就看我们大家读经 有没有专心 是不是 好 后面再讲 这也是说智者大师 后注天台山 创天台中 灵中 又写西相 称念 弥陀 弥陀 因为智者大师 他是 教在天台 行在了 弥陀 所以一直到现在 天台中的这些高僧大德 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好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有没有专心大师 据说是阿弥陀佛 再来的 他呢 与天台扫国师 发明心药 什么叫发明心药 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明心见性 大车大物 他是 法眼中 嫡孙 后 专治 静中 因为禅中 分很多 戏的派别 他是法眼中的 祖师 但是到了以后 他又修什么法门 净土法门 他老人家怎么修的呢 日送鸿鸣 十万生 兼行日课 一百零八诗 这可了不起 他的定课是多少 十万 我们大家昨天念佛多少万 多多一散 诸位同修 他还能够做一百零八诗 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不需要做一百零八诗 我们专心念佛就好了 以后呢 蒙观音大事 甘露灌口 庙会涌现 你看 念佛 制成 感得观音菩萨 撒甘露 开悟啊 他就得到呢 这个 四五万变才 同时 诸中进路 一百卷 古大德称啊 这个中进路是小藏经 内容呢 非常丰富 这是他老人家写的 即 心腹诸 万善 同归 极等 畏为 法 居 光照 万事 你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福报啊 有这么多的佛菩萨 印化在中国 留下这么多的法宝 给我们后人 七十二岁 焚香别种 坐托 席归 所以他老人家怎么走的 坐着走的 大家想 走的时候怎么走 你坐着走啊 说到底要怎么样了 要做到 要有这个志向 以上是德 行为肉身大师 法门 龙相 所以前面呢 举的这四位 菩萨 还有呢 祖师 为例子 要解 为 为如是之人 使能彻底 承担 净土 法门 这是欧益大师 所讲的 唯有这样的人呢 才能够担当 红传 净土 法门 这个 重担 后面再提出一个看法 净是学人 净是学人 焉得以世俗之鉴 而彼是净土也 所以黄人老就很感慨啊 哎呀 这是一些佛友呢 藐视净土 其实不应该有这样错误的看法 下面还是要解 所说的 故一生阿弥陀佛 即释迦本师 于五着恶事 所得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这个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特别告诉我们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 修行成佛 它是靠什么方法呢 练阿弥陀佛的 同时呢 现在又把这个方法再传给我们 经以此果决全体 受与着恶众生 这个果决全体 就是指的念佛成佛 我们念的这句佛号 是在修这个音 将来所得到的 利益呢 就是佛果 我们是成什么样的佛呢 阿弥陀佛 很不可思议的 念的是阿弥陀佛 以后成什么 就成的是阿弥陀佛 所以果就是因 因呢 就是果 因果同时 来诸佛 这就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境界 这是谁的境界 佛的境界 为佛 与佛 能就近 念佛这个方法 看起来简单 但是这个道理 特别深 纵然是八地以上的菩萨 那已经定宫很深了 还是不能够知道 甚至于等级菩萨呢 依旧不能够彻底了解 只有佛才晓得 非九界自立所能信结也 我们九法界众生 如果没有得到佛力的加持 我们能不能够相信 能不能够理解这个法门呢 做不到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儿 我们在讲堂里面 能够听得这么欢喜 什么原因啊 佛力加持 佛力加持 意思很深 但是我们又不能够悉讲 只能够说到这儿 不可思议的境界 好 下面念头再讲 由上可见 念佛法门 实是无上生妙之法 真的 世尊讲了那么的经论 就是希望我们大家 能够相信这个生妙的法门 唯有上根方能 直下承担也 那谁是上根呢 凡是那一个 直下承担人 就是上根 那个真正能够做到 一门深入 尝试熏修这个法门 就是直下承担 我们算不算了 算 不用那么客气 你就是 所以贤功老上 他就是直下承担 再看第四段 由本经 菩萨往生平约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 即菩萨众当往生者 但说其名 穷皆不尽 这个我们在流通分 第四十四品 就有看到这样的经文 真的往生到 极乐世界的大众 太多太多了 还有 受菩提祭品约 由于此法不听文故 有一亿菩萨退转 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受菩提祭 才是第四十四品 菩萨往生的是第四十二品 刚刚说错了 你看有相当数量的菩萨 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后来如何 退转了 为什么 没有遇到这个法门 可惜呀 所以我们要珍惜 这一生遇到这个 念佛法门的机会 尤其是遇到了 无量寿经会几分 又遇到了 黄念老的注解 又遇到了 最近有同修 刚刚编辑完成的 印竹文操解大经 还有这个参考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有四部 书呢 对不对 汇集一本 科著 还有这个参考资料 还有印竹文操 这个注解 这就太丰富了 我们应该呢 要深入这些著作 常识寻修 加上念佛 决定往生 好 我们今天呢 就学习到这儿 不学勿胜出席念教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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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